大家好,现在进入蚊竹的生长旺季 但是很多花友这个时候不想让蚊竹长得太过旺盛 以免影响它的株形 但是如果我们不施肥,蚊竹它的叶片又容易发黄 只说长实又会特别差,那么怎么办呢? 我们要想给蚊竹控养,又要避免它因为缺肥而出现叶片发黄的情况 我们就可以给它用上微生物菌肥 微生物菌肥的话,首先它含有非常丰富的有益活菌 那么有益活菌它可以加快盆土里面的有机质的分解 可以促进它根系的生长 其实里面还含有非常丰富的有机质 还含有适量的弹磷甲中微量元素 这些弹磷甲中微量元素它的含量比较低 而且释放的速度非常的缓慢 第一,完全不会伤根 第二,它的肥相对比较缓慢 不会造成肥过多过浓而导致蚊竹生长速度过快 使用方法很简单 我们可以沿着盆土边缘给它戳几个洞 再在这些洞里面给它撒上这个微生物菌肥 再把这个土给它埋回来填进去就可以了 这样施肥呢,既可以避免叶片缺肥而黄叶 又能够有效的控制珠型 起到一定的控养目的 好了,本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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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